天上!天上! 位於三峽地區的接受國小柔道隊 成軍不到5年 卻已四度纏聯全國冠軍 將這群小朋友從默默無名 推上全國冠軍的重要推手 是從小在三峽土神土長的創隊教練小慧山 一個回饋的念頭 因而有了柔道隊的誕生 其實我是三峽人 所以我想要來三峽發展 就是回饋給這個地方 而且我覺得練柔道的小孩 不會變壞 而且很多小朋友是 沒有家長在管無從 就是沒什麼事情 就像我小時候 成立的時候是覺得道館很小 因為剛成立滿新鮮的 有33個小朋友來 然後只有一間小教室 對 只是覺得困難點 就是教室很少 就是要分批練習 然後實際上每個小朋友 練習只有一下下的時間 因為就要換別人 然後同樣在兩個小時 可能你只練半小時而已 從開始的小場地 到如今的道館 蕭惠山認為自己很幸運 過程中沒有遇到太多的困難 無論是學校或是家長 都很支持 但一支運動隊伍 最需要的還是學生們的參與 每當遇到中途退隊的小朋友 以後蕭惠山都會覺得既難過又可惜 小朋友練到六年級了 有幾個就是不練了 就覺得剩最後一年了 你應該要堅持到底 對 就是畢業後你在選擇 要不要繼續都沒可能 但是這一年這半年 你竟然不要練了 就滿可惜的 我覺得現在小朋友選擇很多元 就是不是只有柔道這個社團 有很多很多社團 小朋友很幸福 但是也變得不堅持 就是你還沒真正的深入到 可能才碰一下 然後就決定要放棄 其實這樣子也沒辦法鑽長 除了柔道技巧之外 蕭惠山十分重視學生的課業 在每日練習之前 都會要求他們將當天的功課完成 同時禮貌也是他一再強調的重點 他希望柔道隊能成為師長口中 主動問好有禮貌的學生 就是老師都說 遇到一些 遇到任何老師都要說老師好 然後就是任何時候不要亂打 因為他也會常常跟我們講說 又要禮貌 然後才能讓學校老師覺得 然後對是好的不是壞的 為了不讓訓練過程過於枯燥 蕭惠山會將遊戲容易教學 把一成不變的訓練變得更加有趣 遊戲的部分不同 然後會告訴他們這一次遊戲的重點 然後就會告訴他們團隊的合作 或是 就是先給他們三十秒或一分鐘 自己去戰術討論 其實這遊戲都讓他們知道要怎麼 戰術運用或是團隊運用 就是讓他們遊戲樂趣化 而且有時候練柔道練久了 也是會疲乏 就是玩一下遊戲會比較好 就是玩遊戲的時候還滿開心的 雖然是說很累啊 不過在遊戲中也有練到 也有開心 就像我們在玩遊戲 然後老師也叫我們認真玩 把遊戲看成一個比賽 在訓練過程中 蕭惠山會下場與學生們一起練習 他認為這樣才能最直接的發現他們的進步 與不足的地方 蕭惠山也強調自主練習的重要 只要學生想要練習 他都很樂意陪伴他們 未來蕭惠山希望能有更多學生來體驗柔道隊 就連畢業校有回娘家 他也很歡迎 我是在安息國中就讀 然後我會回來練的原因是因為 就是想要得美 因為國中那邊沒有 柔道隊 然後老師也剛好 就是 我是給老師第一個帶著 然後就想要回來給老師練 不同於一般道館 高掛在教室後方的匾額 並非武德 不容易三個字 希望時時刻刻提醒學生 現在的一切來之不易 我不容易就是告訴大家 做每一件事情都很不容易 就是像你要成為金牌選手 一定是不容易的事情 因為我們小朋友 就是我們已經四連冠 然後我不想讓一些進來的小朋友 會覺得柔道好像很簡單 因為我們都一直得冠軍 然後好像很簡單 隨便進來都會得冠軍 對 就是要告訴他們 其實我們是很辛苦 我們不容易 不容易告訴他們 做人也不容易啊 然後練習也不容易 但是因為不容易而放棄 所以你要堅持 然後要以全力服 想說就是撐下去 不要這麼容易放棄 這也是一個心思的過程 就是告訴自己堅持下去 接受 給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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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